前参谋中央李喜民 他有接受 这应该是美国之音的专访 他说有三个问题 决定中国是否武统台湾 台湾如果再不改革战略 解放军会提前上阵 李喜民有他的说法 可是好像也有不同意 他的意见的反对的说法 我先说三个问题是哪三个问题 第一个中国内部的情势 我们都知道 出口转外销战争边缘策略 中国内部的情势 如果失控的话 也许会输出武力 转移内部的矛盾 北韩示范过 以前福克兰群岛的阿根廷 也示范过 这第二变数 第二是美国对中国的 嚇阻能力 简单来讲 如果嚇阻像刚才我所说 美国要飞到中国的领土 或是反攻识别区 对你构成心理上的嚇阻 这一层嚇阻的因素存在的话 他比较敢动手 第三个是 台海两岸之间的军事的差距 简单来讲 军事上 如果让老共觉得很乐观的话 他就会动手打台湾 根本不需要花代料成本跟代价 这是三个问题 但是这是最基本的战略格局 战术格局是什么呢 李喜明分析 解放军犯台湾手段 第一个 远距离的隔离性的攻击 第二个 夺取台湾任何外岛 第三个 采用封锁跟窒息战 简单来讲 把这三个东西给归纳 叫A2AD 就是老共版的反介入 反介入来这个样子 但是你可以发现 李喜明说 我觉得我们要把最大的心力 跟最大资源 投入在全面性的侵犯 快速性的侵犯 一下子就把台湾拿走 整个自由世界来不及反应 其实这个架构 都还是反介入 让他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动手 让台湾攻打台湾 成为继承事实 让盟军跟美军 来不及持援台湾 所以我们要面对这种 最大的心力 放在全面性的侵犯 跟快速性的侵犯 李正浩跟我们的好朋友 黄鹏孝大哥哥 李喜明不赞成 这个浅见 也反对发展远程的战力 所以说 李喜明所提出来 是战力防护 滨海决胜 滩海殲敌 众生防御 等整体防卫构想 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我们说文人 基本上都有不同的界界 各况军人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只要 是站在台湾这一方的 各种建议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讨论 都可以接受 比如李喜明 过去让我比较不能理解是 他说台湾不要发展云风飞带 发展云风飞带 但这里面有语意上的 的争议 他说数量如果不够的话 发展这个没有意义 所以说他的主张是要多发展 不对称的战力 或者是说这种无人机 或是无人艇 他甚至反对所谓的潜见国造 不对称战力的部分 我是同意的 但是有效贺阻或是重臣贺阻 这个是我对他有点意见的 我觉得彭孝大哥要说的地方是 你不能被动防御 你要让老共觉得 随时面临的被先发自然的攻击 所以我们才知道说 不对称战力之中 我们要发展什么 我们不是要发展核武 云风飞带是不是不对称战力 海马斯火箭炮是不是 万箭弹是不是 啪丁自首炮是不是 这样老共在集结的时候 我有办法对他先发自然 或者是我最喜欢张成大哥说的一句话 当我们的战术武器 能够发挥战略吓阻效果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不对称作战 一个很重要概念 所以总的架构还是不对称作战 因为我们不能跟中国玩军备竞赛 基本上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军事体 还是威权国家 他可以请全国之力来发展军事 台湾不可能 我们要经过事情很多 这是黄鹏孝跟李启明之间的文化交流 我们都尊重 最后你看李启明评价 马英九跟蔡英伟的差别 马英九最喜欢讲 这句话我也觉得是对的 上兵伐谋歧视伐交 简单来讲 不占得去人之兵 或是可以透过外交手段 来解决军事冲突 那么OK 但这句话我觉得吕并在哪里 这是民主国家对民主国家 简单来讲说民主和平论 民主国家民主国家 不会用军事手段跟战争来解决 彼此的争议 我们可以透过外交技巧 跟沟通跟协调 但是对付 从恶物战事之中的普丁 就会发现 他脑袋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这句话 基本上是个但书是 万一遇到神经病 或是理性的模式 跟我们一般不一样的话 恐怕这个就要做调整 好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差别是在于 手段跟目的之间的关系 还有蔡英文不讲上兵伐谋 他立场鲜明 选边战队加强反备 但没有沟通 这也不是好的方法 这是我对李启明有的意见 是啦 我们要等距交往 可是呢 这就彭孝大哥 抨击他的地方是 选边战 我们没有要选边战 是谁逼台湾选边战 难道呢 现阶段要跟中国搞 所谓的军事交流 或是呢 所谓建立信心措施 也就是李启明部分的思维 是镶嵌在 马英九时期的国防战略 结论非常简单 李启明有讲贺阻 但他讲叫有效贺阻 但我们现在讲的贺阻叫什么 仇承贺阻 甚至什么 源头打击 在那概念之中呢 至少我没有看到 源头打击这四个字啦 我想李启明讲说要沟通 没有人反对沟通 但是要跟谁沟通 记不记得德国之声的 国际新闻部的总编辑 Richard Walker 在访问朱立伦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面对欧洲 对于俄乌战争 他说面对普丁跟习近平 这样的独裁者 当他们想打的时候 战争就一定会发生 所以跟有没有沟通 其实是没有用的